我們看一下這個題目 已知P點坐標是AB 在第四項線 且A點X坐標是B-A Y坐標是B分子A B點X坐標是-AB Y坐標是A加B平方 試判斷AB兩點 各位於第幾項線 那首先呢 這P點的坐標是AB P點是在第四項線 那麼地項線呢是正負 所以呢我們知道啊 A是正的B是負的 也就是A大於0 而且B是小於0的 那A點X坐標呢是B-A 所以呢B-A B是小於0的 A是大於0的 因此B-A呢是小於0的 那麼B分子A 這是A點的Y坐標 那因為呢 A跟BR是1號 所以呢這B分子A呢 也是小於0的 所以呢 這A點的坐標 是負負 所以呢 A點是落在第三項線 接著我們看B點 B點 B點X坐標呢 是負AB 那因為AB是1號 所以呢 A乘以BR是負的 那麼這裡有負號 所以負負得正 因此負AB呢 是大於0的 那B點的Y坐標是A加B平方 那因為呢 A是正的 那雖然B是負的 但是取平方之後啊 這是一個正數 所以這兩個正數加起來呢 這是大於0的 因此呢 這B點的坐標 是正 正 那麼B點呢 是落在第一項線 所以呢 我們這裡的答案 A點在第三項線 B點是在第一項線